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相同的拿了生活主题书第五本 水族馆很多小鱼的这一本书 然后今天呢我们要翻开第三页和第二页看一下 好我们用我们我们养鱼呢 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我们养鱼呢一定要第一的 我们要记得给它喂飼料 鱼的飼料 鱼的飼料不可以放太多 吃剩的飼料要用鱼网捞起来 为什么要捞起来 如果那个鱼料呢还在水里面 然后那个鱼不要吃了 会让那个鱼那个水哦会很肮脏 除了我们要注意这个事项过后呢 我们要定时的换水 好你看这小朋友他在干什么 他在帮他的鱼额换水 首先我们要把那个鱼啊里面东西 鱼干东西全部都拿出来 才可以换了干净的水给他 好来我们看第三页 好如果鱼儿生病了呢 我们要知些什么呢 鱼儿生病的话我们要放药水 在他的水里面 好这个就是他的药水 好这个叫甲鸡兰药水 他是蓝蓝这样子的 然后倒一些进去里面 然后这个鱼呢就会好起来 好我们看一下下面要写什么 好生病了要找医生为我们看病 如果我们生病的话 当然是医生帮我们看病咯 可是鱼呢我们要很小心的照顾他 鱼的好帮手 鱼的好帮手 好你就是鱼的好帮手咯 你照顾他 为他吃东西 为他换水 你就是他的好帮手 为饰料换清水 注意鱼儿的活动 我会细心照顾他 你如果要养鱼呢 你就要有责任感 每一天都要为他吃饰料 还有给他换清水 然后呢要注意看看 有没有静静的不动 还是在那边 或者不舒服啊什么 就要给他放腰咯 这样子咯 所以你们照顾每一样东西的时候 也要很细心的照顾他 要有责任感